先声明一点,对于因为10A而成功被Metrix所录取的学生 我是为他们感到开心的 那我今天主要要针对的是这个制度本身 是的,在上一期视频我们有讨论到 这个10A录取制度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那到底怎样的预科班录取制度 才是在能够不挑起种族情绪的情况下 又可以帮助到这些优秀生人呢 先来了解一下背景 那大学预科班录取学生的时候呢 是会按照顾打字再加上System Maritocracy 就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加课议活动分数来去录取学生的 那Metrix录取学生的时候是会分好几个阶段的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就会选在近年来的话是4万个学生 这4万个学生是成绩还有那个课议活动比较顶尖的学生 这学生收到offer letter了过后 他就可以考虑到底要接受还是拒绝大学预科班的这个offer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不少学生其实是会拒绝Metrix的 这通常是因为他没有拿到其他更好的选择 就比如说奖学金 有很多可以去出国留学全额的奖学金啊 话说我在不久前也有做过这个奖学金的介绍影片 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学生可以申请的奖学金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GPL SPM 你可以任选大学任选科系的这些奖学金啊 那可能有些学生就会拿着这些奖学金跑去实力读 又或者是特别是对于土著 他们的升学机会有很广泛嘛 可能有一些拿到UM的阿萨西啊 或者UITM的阿萨西等等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一个问题 就是哪怕政府给了这么多的offer letter 但是有很多学生其实是拒绝掉的 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有点旧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教育部当时录取了25,000个人 但是却在录取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给了55,000个人的offer的 简单来讲就是有3万个人推掉了这个matrix的offer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拒绝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空位空出来 而这些空位呢 就会造成了matrix想要招收其他的学生进来填补 所以就会有了second intake还有third intake等等 那我对于这个大学医科班路取制度改革的想法呢 是我认为我们在second跟third还有过后的intake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放弃掉这个固打字 存看绩效值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只要你的学成绩加快活动的分数够高的话 那我就直接选你 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 其实并不怎么会引起到有族的不满呢 这是因为其实我们在first intake的时候 就已经有用过固打字了 而这个固打字我们保留了36,000个位置给土著嘛 那非土著只有拿到4,000个位置 不管怎样 在first intake的时候这些拒绝matrix的学生 没有来报到的学生 那其实他们不管土著还是非土著都好 他们是自愿放弃这个名额的 所以我们已经给了机会 那你自己自愿放弃 我就可以把这些你放弃掉的机会 留给有需要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帮到有求生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东西延伸下去讨论 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到 到底全绩效制就是最好的这个录取制度吗 确实可能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些人情味相关的东西了 比方讲政府很喜欢扶贫嘛 那可能在这个system meritocracy里面 我们可以为B40的学生加一个两分 M40的加一个一分之类的 又或者是 如果这个学生是来自乡下地区 很偏僻的地区 那可能他在SPM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读书机会的 所以他的成绩我们也不要求到那么高 那可能就会有给他加一个两分之类的政策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可能 今天这个学生本来他的 MAKAMER DROGASY是97分而已 可是加了两分过后 他可以跟其他99分的学生平息平坐 当然这个东西到底要还是不要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 其实你有一个clear guideline 你照着这个绩效制去跑 那才是比较公平的 其实这种附加分数的制度呢 在国外也有的 比方说中国的高考 那中国高考有一个分数叫裸分 就是你的学成绩加起来的分数而已 但是你是可以再加一些附加分数 来达到你的这个高考的总分 当然就比如 如果你是少数民族的考生 那你可以直接加十分 如果是如果你的父母 是这个因公殉职的这个军人 或是残疾的军人 你也可以被优先录取 所以我觉得 人情这种东西是可以被接受的 当然政府需要去明讲 把这些条例列出来 这样才不会有不公平的情况 当然了哪怕我们成功解决了 这个大学预科班录取制度 不公平的问题也好 其实还有一个根源问题 其实政府很迫切需要去解决的 也就是大学政府大学的名额不足的这个问题 毕竟不管你加多少个学生进入metrics都好 那其实只会造成升多周烧的情况 就是大家抢这个大学名额 那可能有更多的学生是拿不到大学的 政府其实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去增加这个政府大学的录取的名额 当然我们知道要增加政府大学的名额其实是非常烧钱的 毕竟政府大学的学费之所以这么便宜 就是因为有政府在给津贴 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 我现在是在UKM读医科嘛 那我的学费其实只需要10千块而已 这是因为政府有津贴 如果没有津贴的话 我是需要给300千的 简单来讲就是你每增加一个医学系的这个名额 那政府就要多给300千的津贴 这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成本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安华政府不管是在这个Metrics事件的改革 还是想要不断的增加更多的学生进Metrics的种种情况来看 政府其实是有想要去发展这个高等教育的 只不过既然你都要发展了 那你就好人帮到底 你需要去增加这个名额 你才可以真正的帮到学生解决这个根源问题 最后我们回到现在的这个10A路级制度 对于SPM学生来讲 我给他们的忠告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10A路级制度是有很多问题的 相信政府很快也会意识到这些种种的问题 那很有可能在将来可能明年的时候 对于这个10A路级制度政府会做一些更加多的附加条件 或者说一些改革 比方说如果你拿到10A 那我还会要求你在数理科目拿到至少A甚至是A加的成绩 你才可以被保送进Metrics 这些东西政府随时都有可能会去更动的 所以对于SPM学生不应该要掉以轻心 反而应该继续努力 更何况除了Metrics之外 还有各种奖学金或Asasi等等 其他的升学资源则也是你们可以去AIME FOR的 提高自己的成绩保持竞争力 这样你才可以保证自己的升学未来是有更多机会的 好了那屏幕前的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这样子的录取制度是否就可以更加公平的保证到 土著还有非土著双方的利益呢 那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高教政府教育的制度 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下面留言 那对了自己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对于中四的中五的学生 我在不久前呢有和一般朋友 举办了这个PowerUpAcademy的Forn4和Forn5SPM重刺班 那这个课程每个科目都能够让学生在短短15个小时内 学完一整年的内容 视频是老师已经预录好了的 在购买过后就可以随时观看还有无限次复习 现在有游会每一课 一年课程只需要45令吉而已 欢迎大家帮我share给正在准备SPM的朋友 帮助他们提升学业 好啦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